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一锤2000加暴击伤害 两拳超越二技能中心圈伤害 完整一套更是高达11757 这套手段能把身为坦克的中午夜 完成刺客 正好新赛季战令的终极皮肤 也敲定了这中午夜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下 他的技巧 也预祝大家新赛季上分顺利 身为一名对抗物大将 抢线速度肯定是尤为重要的 咱们来对比一下 在装备名闻相同的情况下 开局学二技能抢线需要4秒时间 而开局学一技能需要5秒 虽然开局学一会慢一些 但二技能在前期需要8秒冷却 若是开局直接点二 会进入较长时间的真空期 二技能又是咱们主要的输出手段 很不利于二级对拼 反过开局点一 在清完第一波下后 不仅捏住了二技能 一技能也赚好了 在对拼的时候完全不需对面 所以建议大家开局学一抢线 说到对拼 这里再加了一个小技巧 卡顿拉扯法 中国艳的一技能是可以存4秒钟 而大招每隔3秒就会刷新一次护盾 这样在对线时 咱们就可以先存一发一技能 然后走上去打一套强化A加2 迅速一技能拉开 再等第二个队伍刷新后 再上去对拼 再用一技能拉开 总而言之 就是永远保持手中有个一技能 用来拉开身位卡顿 等到对面差不多残血后 就直接开大转上去 大招的主动护盾和被动护盾 都是可以叠加的 还有移速加成 用来收割战场 再合适不过 其实中文艳的大招 也有一些容易忽略的小细节 中文艳的大招外圈的伤害 是要比内圈的伤害高上40%的 不少朋友判断不好 外圈的实际身下范围 就可能因为王永耀 这俯视角误导了你 我们来看实际情况 用大招的左右两边命中人偶 可以看到 大招边缘 只要靠近了人偶的红圈 大招的伤害 就判定为外圈伤害 但人偶位于大招上方时 明明大招边缘 都已经超过了人偶脚底的红圈了 看起来应该是内圈伤害了 实际上 大招却根本没有命中人偶 你需要再靠近一点 这时候打出来还是正常的外圈伤害 而人偶位于大招下方时 就更神奇了 这看起来 大招根本就无法命中的距离 实际上却不断的打出外圈伤害 而当你真正靠近人偶 处于你视觉感之内的外圈时 其实打出来的却已经是内圈伤害了 所以玩中物焰的时候 开大尽量避免用上下两个方位去命中敌人 特别是下方位 你以为打的是外圈 其实是内圈 伤害丢失的可多了 最后再说一说 中物焰的打法和技巧 声东击西 一闪大家都会 但正常使用前摇动作比较大 很容易敌方发现我们的意图 那一A闪就可以一定程度上规避这个问题 让对方以为我们技能打空了 瞬间再利用闪现调到敌方的位置 让敌方难以反应 那打法方面比较类似花木兰 前期多多借助草丛 蹲草 可以能更容易的打出满额2技能 具体打法看阵容情况 正常的名文出装是 那若缺坦克就带这一套 若缺收割位 咱们也可以尝试暴击流的出装 绕后当成刺客来玩 两锤暴击高达4000 输出一点不比常规刺客差 那新赛季马上来了 相信你们也在做赛季末最后的冲制 希望看完这期中午夜的视频 能助你们赛季末充分一笔之力 赛季出上分起开得受 一个阿滴民维尔饭吃了梅亚的心有理念道 想问一下大县 如果海月被老头捆住了 海月还能把老头带进结界吗 被捆住后是可以把老头拉入结界的 并且会让老头的大招效果消失哦 每晚去的办咱们不见不散